张无忌被两条恶犬咬伤昏迷 机缘巧合下来到红梅山庄 遇见了美艳动人的朱九珍 对朱九珍是一见钟情 可惜一切都是表象 朱九珍实际上十分嫌弃张无忌 却又在父亲朱长林的事意下 不得不假装讨好张无忌 打探出他的真实身份 张无忌喜数打扮一番后 朱九珍继续试探起了他 将他介绍给了表哥卫毕和五精英 卫毕一听来了兴趣 认为张无忌一定来历非凡 要和张无忌比试武功 张无忌小心无大错 仍旧没有说出真实来历 卫毕也似乎没有在意 要张无忌先接他三招 张无忌本想拒绝 却被朱九珍拉去一旁 要张无忌答应比斗 算是给他朱九珍振个面子 张无忌为了讨好心上人 自是毫不犹豫应下此事 好张兄弟 接招吧 张无忌的实战经验接近于灵 空有一身神功无法灵活运用 因此不是卫毕的对手 还摔了一个狗吃屎狼被万分 五精英见张无忌落败 初言嘲讽朱九珍夸大其词 让朱九珍脸色甚是难看 这大大刺激了张无忌 张无忌重新起身气势大变 下定决心就算是拼了性命 也不能让朱九珍丢脸 卫公子 请叫了 来真的 出招 张无忌穿着他42码的凉鞋 再次与卫毕交起手牌 朱长龄也来到了不远处 试图看出张无忌的武功来历 张无忌用出了太极 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 局势完全被张无忌主导 卫毕如同那提线木偶 彻底失去了主动 一套连招下去 卫毕已然是受伤不轻 没关系 这是一神大秘 张兄弟 再请叫 在妹子面前可不能丢脸 卫毕用出了十二分本事 下手更加凶猛毫不留情 张无忌的气势正盛 轻松接下卫毕的一技重拳 随后运起九阳神功 强悍的内力迸发而出 将卫毕给震飞出去 卫毕捂住胸口受伤不轻 朱九珍见心上人受伤 顾步的伪装露出了本性 没事 看什么看 杀你上我表哥的 朱九珍和五青鹰两人 对着张无忌又踢又喘 朱长霖及时出现叫停两人 狠狠给了朱九珍一巴掌收买原心 训斥朱九珍网顾侠义 竟然殴打一个受伤之人 恋爱脑的张无忌没有看出不对 还想出言替朱九珍求情 结果伤势过重晕倒了过去 等到张无忌再次醒来 听到门外传来对话 朱长霖的结拜兄弟姚清泉 带来了张翠山的死讯 朱长霖称呼张翠山为恩公 得知恶号显得非常痛心 两人交谈间 还关心起张无忌的下落 让张无忌心中大受感动 忍不住想要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张无忌的心中有所不济 并未说出自己的真实来历 但是他这样的反应 也让朱长霖这只老狐狸 更加确定这个张无忌 就是张翠山的儿子 为了取姓张无忌 朱长霖命令手下的单亲高手 制作了一副张翠山救人的话 还有张翠山夫妇的长命牌 并要张无忌主动承认自己的身份 爹 爹 张无忌呢 睡了 这张无忌土头土脑的 我看见他就烦 爹 你说这戏我要演到什么时候啊 在忍一忍吗 快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